最耐人寻味 李宗盛 既然青春留不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此话一点都不假 一把木吉他一杆话筒架 李宗盛沧桑醇厚的嗓音里 回旋着留不住的青春 而在前来观看李宗盛歌唱的歌迷中 却有不少追随了他几十年的铁杆粉丝 不知道能触及你内心深处最敏感神经的 或是这一首 还是这一首 除了打造出无数经典金曲外 李宗盛还一首捧红了众多流行歌手 陈书画 周华健 张信哲 梁静如 新小琪等一众天王天后 他们都曾唱着他的作品 《红透两岸三地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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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李宗盛口中这个曾让他晕传的人 大家都心绕不宣 虽然整场演唱会上 李宗盛只字未提前期林一连三个字 但是上海这座城总在提醒着他 当爱已成为往事 我没有很喜欢上海 因为我在上海失去好多东西 我在上海失去我人生的好大一块 有很长的时间不理法到上海来 我每每走到街道 就会有一些事情 是私讯来找我 他在唱歌 而到了压轴环节 李宗盛首次在上海演唱了 他时隔四年创作的新曲《山丘》 喝着李宗盛的歌声 全场歌迷和他一起感受 穿过山丘 食不我余的哀愁 娱乐某场综合报道 随着第三个字